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西区分出来陕西的英文名字是在拼音的基础上多写了一个啊 敬酒是中国酒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理解 在敬酒的时候大家要碰杯 这个人们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碰杯吗 原来在古代经常有人喝酒时被别人吓毒给毒死 所以在碰杯时 主人家会让自己的杯子比客人的杯子低一头 那么两个杯子一碰 客人的酒就会溅到他自己的酒杯里 并且这个时候主人还会说上这么一句 我先干为净 意思就是 我先喝下这杯酒 表示尊敬你 同时也能证明酒里没有毒 如果有毒 主人自己也就中毒了 缩骨弓 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 只要练了这门功夫呢 就可以钻过各种各样的洞 那他主要是将身上的骨骼 打些八块 钻完之后自动还原 那个真实的缩骨弓其实没有这么神奇 可是啊 在动物世界里就有一个缩骨弓的高手 他就是章鱼 章鱼呢 是软体动物 浑身上下 非常的柔软 唯一制约他的 也就是他的嘴巴 有的人称他的嘴为牙齿 一只六十斤的章鱼 可以穿过一枚紧银币 大小的洞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东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大的你和我